另外也是一个很危险的状况 就是像这样了开车门 那么虽然说好像是一个小小的动作 可是啊因为很多人的轻忽 就造成了后方骑士 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之下受伤 甚至丧命 那么全台在去年一共就有三千多人 因为开车门肇事而受到了轻重伤 停车开车门 没注意后面机车骑士 摔得人仰马翻 这样的惊喜画面屡见不鲜 一直上演 每次看心都揪了好几下 惊慌失措 很容易跌倒回国吗 吓得啊 然后撞到他 其方指出开车门打开四十五度 这是骑士毫无防备 一撞撞到车门 连闪都来不及 最容易找获 而高中市统计今年出道十月 因为开车门肇事的件数有六百四十五件 平均一个月就有六十四件 频率很高 另外全台湾光是去年 只有三千人因此受伤 你会不会常看到这种情况 还蛮常的 为了避免开车门肇事 因此最好用右手去开车门 这样子一来 你的身子就可以转身 看到后面有没有来车 很多人没养成习惯 还是习惯左手开车门 不要以为进入造势 没关系 根据刑法 触犯了过失伤害或致死罪 可以处六月到两年的有期徒刑 若是职业驾驶 没有停靠路边 让乘客下车而造势 更可以处一到五年的有期徒刑 记者欧崇文 陈胜益 高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